普大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周边瓦格纳驻俄罗斯找回自我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瓦格纳兵变未遂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进行全国电视讲话 五分钟的总结性演说 美国的CNN NBC全程直播 原文如下 让我逐条分析 首先呢 开场白 他是这么说的 此次事件表明 公民团结一致 可以使任何讹诈和制造内部动乱的企图 都注定会失败 武装叛乱 无论如何都会被粉碎的 华变的组织者 尽管没能实现他们最终的目标 但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明白一切 包括他们采取犯罪的行为 来分裂和削弱国家 而国家现在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 来自外部的空前压力 当在前线喊着一步也不能退的时候 我们的同志正在死去 很明显啊 这个普大帝呢 承接了叛乱当中电视讲话的论调 就当时啊 叛乱正在进行中呢 他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视讲话 那一次电视讲话呢 对事不对人 那很显然一切呢 是以国家的利益以及全局为重 瓦格纳兵变的当天上午呢 我们记得普京 普大帝在电视讲话主要呢 是三层意思 首先一个呢 说呢 你们这种行为是武装暴动 属于叛国行为 叛国行为不是说针对瓦格纳 或者针对普里格金 他说的是针对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在这个节目上 是给我搞这个 前线在打的仗呢 你们这边跟我玩这个东西 对不起 你这个东西叫武装叛乱 我现在给你定调 这个行为是犯罪行为 第二个呢 说这种武装暴动 有可能让国家陷入内乱和内战 这个呢是一个危险 苏联解体历历在目 30年30年很多人都经历过 而且普京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1917年2月革命 最后导致了长达4年的俄罗斯内战 这那一次内战呢 俄罗斯是家庭不和睦 兄弟自相残杀 那这种这种悲剧呢 俄罗斯不想看到 那第三个第三点上一次讲话 就是如果不想成为叛国者呢 立刻给我停止 立刻给我停止 如果你不停止 对不起我针对的就是你 你就是叛国者 所以这次总结呢 是沿着上次讲话的基点 还是强调组织者的行为 是叛国性质的武装暴动 如果成功了 会有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所以这个里边你看 他感谢公民团结 感谢各党派 社会团体和国家在 国家危机时刻 展示了凝聚力 那这是很关键的 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强调的是因为国家团结 公民相互信任 国家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性质 国家拧成一股绳 最后呢 让这场叛乱被平息 那这个东西呢 跟普京之前所说的这个 就是说他是一致的啊 他是一致的 他想达到的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让这个东西变成俄罗斯民族近现代的一个共同记忆 而这个共同记忆是有助于俄罗斯重新找回自我 重新塑造自自我的那么一个契机 普京呢 很显然是有能力进行武力解决的 但是他是有其他考量 而这个其他考量是利益的优先级 我之前说过 他这个利益优先级 首先是针对北约和西方的打压和俄乌战争嘛 他们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然后呢 是内部团结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内部不合 然后将相不合 你这国家怎么办啊 对吧 然后才是瓦格纳 最后是普里格金 普里格金是个小事 其实呢 他呢无所谓 就是一个小人物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什么 如果能稳定全局的话 给他一些也无所谓 你看最后 他不是跑到白俄罗斯了吗 这个事呢 就有条不稳的就解决了 快速的 稳定的 和不流血的 这事就解决了嘛 今天这个讲话呢 主要是针对瓦格纳 然后总结这件事 让大家呢 明白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而这个东西是有助于国家团结的 什么形式下 国家团结能解决什么样的事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变成一个榜样 变成一个共同记忆 那这就是有助于俄罗斯的团结 那这是普京所要所所所办到的 就是说你不能这个事过去了 这个事过去了 清算这个清算那个 不是的 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首先想到的什么是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 你国家存在目的是什么 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 提高自己的自身利益最大化 为什么 因为你要提高自己的力量 最后的目标是你这个国家要活下来 你这国家活下来 其他的东西才能有 其他的东西才能分配到 你这国家如果不活下来 你这国家最后不行了 那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了 你可以说你可以压榨你自己的人民 你说你可以说你的老贵族们 可以压榨自己的人民 可以说不拿自己的人民不大回事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人民不干了 然后他们会翻 他们会翻 那我们摆在俄罗斯非常鲜明的例子 就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 1917年的十月革命 大家也看到了 俄罗斯当时一战的时候 打得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呢 当时呢 二月革命的时候 已经把沙皇给推翻了 沙皇推翻了 然后临时政府 接着说要打一战 接着说我要参加吗 我要参加这个协约国 然后还向这个哪 还向奥兄帝国的阵地发动进攻吗 那是第二次那什么吗 第二次的第二次 把布鲁西洛夫进攻吗 对吧 然后那次也失败了 那次也失败了 马上就导致了那年九月份 那年九月份 科尼洛夫将军在这个哪 在圣彼得堡 当时是彼得格勒嘛 像在彼得格勒发生了叛乱 当时发生了那种 就是说武装叛乱 然后这让这层武装叛乱呢 科顿斯基把这个武器给了左翼嘛 然后把这个事给平息了嘛 这么一回事 然后最后我们发现 大家对这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就厌烦了 对这东西厌烦了 你我推翻了你一个政府 我推翻你一个政府 让你避免这场战争 你现在不能避免这场战争 对不起 这个政府 你已经不可成绩大统了 那么我们接着来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这个最终的诉求 最终俄罗斯普通人达到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最后西方干涉 西方干涉 然后呢 帝俄的这些老将军们 帝俄的这些旧旧将们 开始呢 什么反对这个十月革命的人民政府 然后最后就 我们就知道了俄罗斯苏联的四年内战 所以这个东西是俄罗斯一个惨痛的教训 这个俄罗斯惨痛的教训就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一点 很关键的说你这个国家在关键时刻 不能出事 你这个国家在关键时刻 不能因为你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或者你的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最后把国家给葬送了 普大帝这一次果断的把这事解决掉 同时又提高了国家的凝聚力 这个是他领导力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强者的表现 而不是说我扔几个炸弹 我把网纳废了 然后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那这个东西就不可取了吗 所以这次讲话呢 你看根本就没有提到普里格金 说明了他这个事已经结束了 没有意义了 你哪怕就是秋后算账 怎么着都行 这个人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次主要提的是 瓦格纳集团的后续的一些事项 也就是说呢 普京在有条不紊的把这个事解决 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然后呢 把这个俄罗斯凝聚力提上来 然后为他下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俄乌战争这块 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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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做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就是国家利益之上 你看普京接着说 然而呢 叛乱的组织者在背叛了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人民之后 也背叛了那些被他们拖入犯罪的人 他们对他们撒谎 把他们推到死亡线上 在炮火中射杀自己人 这就是俄罗斯敌人想要的结果 自相残杀 基辅的那帮人 与他们的西方贩助者 以及各种民族叛徒 他们希望俄罗斯士兵自相残杀 他们希望士兵和平民死亡 他们希望俄罗斯最终失败 他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分裂 并沉沦于血腥的自相残杀当中 他们摩拳擦掌 梦想着为他们前线和所谓的反攻期间的失败 进行报复 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感谢我们所有的军队 执法人员和特勤人员 他们挡住了叛乱分子的去路 忠于他们的职责 誓言和人民 牺牲的英勇飞行员的勇气 和我们牺牲精神 使俄罗斯免遭悲惨破坏性的后果 那这个就是很关键了 为什么要避免人员伤亡 为什么要避免普通民众的伤亡 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我的目的是达到民族的团结 我们我的目的是达到国家的团结 而不是因为我们自相残杀了 然后西方可以随便的利用我们这个事 把这个事炒大 把这个炒大最后发生了什么 产生了国家内部的不信任 国家内部的不信任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更多的混乱最终削弱的是谁 是削弱的国家的力量 削弱的国家的力量 当国家力量被削弱上一次什么时候 苏联解体 历历在目 苏联解体导致了什么 大家生活水平下降 每个人之前能过上了好日子 现在没有了 那这个东西大家都记得这一幕 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避免 这一幕再次重新的发生 你看他这个讲话 他体现了什么 首先参与叛乱的这个普通士兵 就是瓦格纳的士兵 轻信谣言 他们被骗了 他们是受害者 就是撇清了这个关系 第二个很重要 千万不能流血 不能因为一时爽 一时说我要彰显我多么厉害 我要爆锤他们 这是不行的 即便我有能力打我也不能打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西方希望看到的就是流血 你一定要全局考虑这个事 西方看到的就是流血 想看到他们自相残杀 然后通过宣传达到他们所谓的目的 我记得啊2019年的时候 那个什么事 香港那个什么事 我呢就问我们在加拿大呢 我在加拿大外交部呢 有几个有几个朋友 我就问他们 其中有一个是反华的鹰派啊 我我我认识这个人 然后就问他啊 就说你们希望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他直言不讳的告诉我流血 那我就问他你想怎么流血 他直言不直接的告诉我 就是PLA直接冲入香港 然后最后流血时间 这就是西方想要的 非常非常直接 当时都非常的非常直接 非常的歇斯底里 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这一次西方 西方盼望的是什么 西方盼望的就是俄罗斯内部 因为这个事发生流血事件 最后导致自相残杀 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 通过自己的媒体广泛的宣传 广泛的宣传之后 制造一种社会当中的不信任感 这种不信任感会导致更多的混乱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那难道你想因为这个事 因为一时爽 因为彰显你自己的能力去打吗 肯定不会 你一定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普京接着说 从事件一开始 就根据他的指示 以避免更多的流血事件 大多数瓦格纳战士也是爱国者 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他们被暗中利用了 他们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 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也就是自相残杀 感谢瓦格纳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 今天他们有机会通过与国防部和其他执法机构签订合同 继续为俄罗斯服务 或者返回家中 或者去白俄罗斯也行 我会遵守诺言 那这个呢 很显然他就在收编瓦格纳 收编瓦格纳还是大局为重 国家利益为重 瓦格纳被收编这件事 这件事的结束 使得呢 俄罗斯再次回到了原有的平衡 回到了原有的平衡 一心一意的在俄乌战争上 这块呢 投放自己的力量 那这就是俄罗斯想要的嘛 俄罗斯关键点是已经经不起再一次分裂了 再一次互相残杀 这是不行的 瓦格纳士兵有选择 可以服役 可以回家 可以去白俄罗斯 你想想 如果他们去白俄罗斯的话 发生什么事 前天离俄罗斯 据说只有400公里了 现在离乌克兰首都北边150公里 自己想去 瓦格纳关键点是什么呢 瓦格纳这块 我们以后会有一些看点嘛 比如说瓦格纳以后会怎么办 瓦格纳继续在俄罗斯呢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以雇佣兵行事的 那么一个政府的政府型的组织呢 还是说瓦格纳呢 成为一个俄罗斯边外的那么一个 就是就是就是外派的这么一个组织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得看 因为瓦格纳的重心 现在俄罗斯这边也有 但是更重要的在在中东 在北非啊 不是北非 中东和这个整个非洲都有他们的力量 而这个有他们的力量 这个东西你以后怎么办 就是说是不是以后瓦格纳分为 哎国内部分咱就收编了 然后海外部分还叫瓦格纳 还叫瓦格纳呢 换一个其他人领导 或者呢叫白俄罗斯领导吗 白俄罗斯是你领导瓦格纳在非洲 然后咱们正好是盟友 咱们已经不是盟友了 马上白俄 俄白就合并了嘛 所以这个东西呢 以后这是看点 对吧 以后就是看点 这还是这个就是说 我们之前分析的就是这个我们管的叫国家利益的这个链条 哪个轻哪个重 普里格纳 这个是非常轻的 这次都没提他嘛 就这个事已经结束了 瓦格纳收编 这是其次的 然后国家的稳定 这个很重要 最后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关乎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这个关乎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呢 这个我们应该顾全大局 这个是普京正在做的 这是普京正在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看到的一则消息 就是在圣彼得堡啊 有这么有这么一个一个事 他们把沙俄 把苏联 把俄罗斯三面国旗一块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吧 这个东西呢 就代表着俄罗斯人呢 正在寻找自我 什么叫寻找自我 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之后 我们看到乌克兰 正在想方设法的寻找自我 白俄罗斯在想方设法的寻找自我 之前的加盟共和国都在做这个事 包括俄罗斯 俄罗斯也在寻找自我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从我往何处去 曾经在帝俄时代 他是欧洲宪兵 在苏联时代是两个超级大国 其中的一个 如今呢 是一个地区超级的核大国 那俄罗斯怎么定 给自己定位 俄罗斯的未来是在哪里 他在这也是他们一个 不断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 不断寻找自我认知的 这么一个典范 对于俄罗斯来说 你说之前他继承谁的历史 他继承沙俄的历史 继承沙俄的历史 那可以说得过去 那么之前就是沙俄 沙俄然后 然后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 马上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 然后你可以继承他的历史 那苏联这段怎么办 因为俄罗斯的工业化 如果没有苏联 那是办不到的 那你要继承了苏联的历史 你继承了苏联的历史 那苏联是15个加盟共和国 那15个加盟共和国 你只是他加入加盟共和国 其中的一个 那所有都继承苏联的历史 还是因为苏联的历史形态 跟跟俄罗斯 现在的历史形态不一样 那我要一定要拒绝 苏联的历史形态 那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说俄罗斯 现在的俄罗斯 他从哪里来呀 俄罗斯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了 我是谁 这个问题 俄罗斯人也在问 我是谁 你看俄罗斯 乌克兰这场战争 很多人觉得 民主队专制 这是西方的宣传 其实这个东西 乌克兰通过这场战争 2014年开始 从克里米亚顿巴斯这边 他在寻找自我 谁是乌克兰人 谁是乌克兰 俄罗斯也在寻找自我呀 谁是俄罗斯人 我从哪里来 其实最近 瓦格纳这个事之前 这三面旗子放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已经 对开始原谅自己的过去了 面对自己的这个过去 自己辉煌这个过去 同时也是一个痛苦的过去 他开始原谅了 怎么原谅了 就开始就开始跟他 跟他过去和解了 无论是沙俄 无论是帝俄 还是无论是苏联 这都代表俄罗斯 这都是我们辉煌的历史 这都是我们辉煌的文明 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跟过去和解了 如今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 如今呢 我们看到了 通过这一次瓦格纳这个事 通过俄罗斯人团结 把这个事解决了 这是他们寻找自我的一次共同意义啊 你看普京最后感谢的 他感谢的是公共组织 这是公民团体 他同时感谢了宗教教派 俄罗斯有很多宗教教派 我们知道 大牧首西里尔 这是东正教的 俄罗斯还有天主教 俄罗斯有天主教 俄罗斯还有新教啊 这福音派 俄罗斯还有犹太教 俄罗斯还有伊斯兰教 逊尼派和这个实验派的都有啊 包括俄罗斯还有佛教啊 知道俄罗斯佛教在哪吗 在卡尔梅克上 卡尔梅克 他这个民族之前还有一个名字 叫图尔护特 也就是图尔护特 东归的时候 没走的那半部分 卡尔梅克 列宁统治 就有五分之二的卡尔梅克血统 卡尔梅克呢 他们信仰佛教 他们信仰的佛教是喇嘛教啊 是喇嘛教 就是就是灌顶那个啊 你这个东西咱就不要说了啊 所以呢 他感谢了宗教教派 他感谢了主要政党 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他感谢了整个社会 每个人 这是国家的团结 人民的团结 这胜利 同时他也感谢卢卡尘科 因为卢卡尘科他来了嘛 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 他是什么 他是普京在通过这一件事 普京在通过这个经历 使得整个俄罗斯民族 走在找回自我的 这么一个过程中 这个是一个诸多 共同记忆当中的一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 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个记忆告诉大家什么 我们依靠着人民的力量 我们依靠着国家的团结 人民的团结 整个社会的团结 我们可以战胜一切 这个就可能是未来的俄罗斯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